最近大家買了很多三文堂的鋼筆 今天來教大家活塞鋼筆要怎麼吸抹 活塞鋼筆你要轉動它後面的尾段 把它一路往前轉 你在轉動的同時活塞往前跑 轉到最前面這邊會打開 這裡這樣就好了 然後吸抹的時候 你要確實把你的金屬面筆尖的部分 全部泡進去墨水 墨水需要蓋過你的金屬面 再反轉 尾段後面的地方反轉 活塞會反著跑回來 一路跑它會把墨水往上帶 這邊整個轉到關起來 這樣就好了 那起來以後啊 旁邊的地方會沾到墨水不要緊 衛生紙把它擦乾淨就好了 主要是擦握握位的地方 筆尖啊有沾到墨水沒有關係 簡單擦一下就可以了 就這樣